中国大陆上海高院的法官集体召集曝光后 上海高院院长的敌对势力论又在令人侧目 有网友搜索了中国各省直辖市的 31名高院院长的履历 发现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通过司法资格考试 有20人不是法学科班出身 14个人都没有正规大学学历 中国大陆法律界的人士披露 在中国法院院长多数是从行政部门调任的 并非法律专业人士 甚至还怀疑现任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也没有参加司法资格考试 上海高院大院长崔亚东 在总结法官召集的教训时说 此事件给境内外敌对势力 阶级攻击党和政府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番惊天言论引发网友好奇 中国的法院院长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一个叫曹开林的博主 对中国大陆的31名高院院长 做了一个统计 这项统计吓坏了网友 统计显示 31名高院院长中 大学学历17人 自考1人 党校学历13人 法学科班出身11人 通过司法考试1人 既没有法学经历又没有普通大学学历的有7人 包括上海高院翠亚东 内蒙古高院胡义峰 山西高院佐世忠 甘肃高院梁明远 安徽高院张坚 宁夏高院李延凯 陕西高院严庆文 曹开林还提醒说 这7个人可能值得重点关注 冤案发生的几率可能会高一些 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向新唐人表示 这种事情在中国并不奇怪 在中共体制下 一般案子大多数是主管副院长签字 院长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不管业务的人 你比如有一个副院长管这个民事案件 有一个副院长管这个刑事案件 那么这个院长呢 他管什么呢 好多院长他管这个用人 谁当副院长 谁当民事 这个这个风光他管 那另外一款呢 他们来管钱 盖楼 这个楼盖不盖 什么时候盖 杨支柱透露说 他所接触的一些法官 甚至希望院长是个外行 因为外行院长 他可能从别的部门 比如组织部或财政厅调过来 这样的话 他在外面就有更多的资源 可以为法官带来更多的福利 根据中共法律规定 在2002年之后 出任法官 出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 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但是事实上 中共的法院院长 常常从其他部门调配 而且民众也未听说 他们参加了司法资格考试 即使在2002年 新规定生效之后也是如此 杨支柱甚至怀疑 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或许也没有参加司法资格考试 而据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谢燕毅的了解 往往法院院长都是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官员 直接调任的 可能多数都未参加司法资格考试 据我了解 我们那个地方原来 确实有一个法院的一个庭长 庭长和副院长参加司法考试 还是比较轰动的事 还是说这个人很富强 当这个领导干部 当院里的领导 他居然还参加司法考试 这个反而成为一种新闻的 杭州维权律师王成表示 高院院长基本上应该是二级大法官 在国家的司法系统内 是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如果像这样位置的人 都是一些非法律专业的人 是指根本连一个本科文凭都没有 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可以肯定的 所以说这个国家的司法 系统的裁判水平不可能很多 这个同时这个本身也可以印的 为什么说这么多年来 中国的这个法院系统 裁判的水平是非常的低 有很多不公认的裁判 包括很多年来 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人大 表决法院的工作报告的时候 就出现了很多反对票 谢炎毅表示 中共最高院要求对于一些重大案件 法院院长要参与审理工作 如果他没有司法资格 没有法官的专业知识 就很可能出现妄法裁判 就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